欢迎来到美厅 40岁才明白的生存之道 很脏 但很现实 40岁是人生重要的觉醒期 在社会摸爬滚打数十年 南墙撞过了 黄河见过了 头破血流经历过了 时间会交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 也让我们厘清人生的迷茫与困惑 以下是我悟出来的生存之道 很脏 也很现实 希望你能早走几年弯路 1.敢让你难堪的人 100%看不起你 而不是他情商低 很多人喜欢用情商低 来为自己的口无遮拦找借口 实际上 这种人从心底深处就不在乎你 他在伤害你的时候 就已经权衡利弊 知道你好欺负 就故意让你难堪 知道你性子软 就故意占你便宜 他会不断地对比 最后依旧选择了伤害你 对于这种人 你也不需要有太好的脾气 该翻脸就翻脸 该生气就生气 要记住 这世上90%的人 你都完全得罪得起 2.背后捅刀子的通常都是熟人 只有他才知道刀子往哪扎合适 刨钉解牛 因为熟悉牛的结构 人在背后捅刀子 也是因为彼此特别熟悉 警惕那些刻意靠近你 想要了解你的人 一旦你无条件信任他 他就能一箭戳穿你的脊梁骨 让你痛哭流涕 3.有秘密就藏心里 如果你自己大声都说出去 就不能怪别人嚼舌头 什么是秘密 是今日你与他人增进感情的催化剂 也是明日让你死于无形的致命伤 都是成年人了 要学会藏得住心事 哪怕内心千疮百孔 也要闭紧嘴巴 维持体面 至少看上去要云淡风轻 4.恨你有 笑你无 嫌你穷 怕你负 这就是人的劣根性 网上有个段子 做律师的 希望你被告 修汽车的 希望你车抛锚 做情感咨询的 希望你婚姻不协调 只有小偷是真正为你好 他们希望你永远荣华富贵 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见不得你好的 因为你的成功会暴露他们的失败 你的光鲜会引发他们的痛苦 而当你一朝跌落 周围又满是嘲笑声音 跟这种两面三刀的人 顶多维持表面的客气 而不要太过亲密 因为他们不会领情 反而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算计 5.职场中解决不了问题的人 就会成为问题本身 每个人的待遇和他的能力都是匹配的 你能为公司解决的问题越多 你的薪资就越高 你能为公司带来的价值越大 你的位子就越稳 职场是解决问题的人步步高升 制造问题的人默默让位 抱怨问题的人直接出局 就是这么现实 6.能坐在一定位置上的人 绝对有他的过人之处 不管你有多讨厌他 很多人都讨厌自己的领导 不是觉得领导脾气差 就是觉得领导蠢又傻 然而能当上领导的人 身上一定有着自己独特的闪光点 如果你无法发现领导的过人之处 说明你的格局还没到能当领导的程度 当你能静下心学习 揣摩领导的处事能力和人情世故 你离当上领导就更近了一步 7.你要好好工作赚钱 年龄越大越没人原谅你的穷 乔治、奥威尔说 20岁之后 就没有人关心你为人好不好了 人们只关心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银行卡里有多少余额 而那些所谓的中年危机 说通俗点就两个字 缺钱 所以不管你有多么厌恶自己的工作 也请逼自己坚持下去 毕竟这个社会 没钱真的会让人特别狼狈 8.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换再多的游泳池都是没有用的 一个能力不够的人 换再多工作也是不行的 年轻的时候 每次换工作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后来你就知道 绕来绕去其实一直是自己的问题 道生和夫说过 遇见问题 不想办法解决掉 那么今后的工作 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与其靠频繁跳槽 逃避问题 不如沉下心 修炼自己的能力 当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的境地 任何地方 都是你发光的背景地 9.夫妻之间 穷时考验的是妻子 富时考验的是丈夫 恋爱的时候 情侣相处 靠的是激情 结婚之后 夫妻相守 靠的却是良心 那种在丈夫事业低谷 仍旧不离不弃的女人 和春风得意时 依然陪伴结发妻子的男人 这两种人 才最适合白头偕老 共读一生 10.不要总说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你的人生就是 他的起跑线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自己不会赚钱 却要孩子长大了 会赚钱 自己过得一败涂地 却要孩子出人头地 真正优秀的父母 不会死命卷孩子 而是用力卷自己 你的眼界高了 孩子格局自然也就大了 你的实力强了 孩子未来路自然好走了 作为父母 只有自己活得成功 孩子才能活得优秀 11.家庭的第一核心是经济 其次才是感情 没钱的家庭 整日鸡飞狗跳 有钱的家庭 都是欢声笑语萦绕 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在深厚的感情 也经不起日复一日贫困的消耗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 手上一定要有钞票 哪怕是亲人之间 钱也是维系感情的重要渠道 12.一个家庭想要幸福 成员必须既聪明又傻 做事聪明一点 做人傻一点 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 叫做智慧 古人云 不吃不聪 不做家翁 一个家如果总是斤斤计较 就容易矛盾贫发 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不痛不痒的细节 不妨糊涂一点 生活不是论谁对谁错 柴米油盐的日常 才是家庭幸福的真相 13.老诗人总以为 世界是讲道理的 直到遍体鳞伤后才发现 世界是强其弱的 这个社会最扎心的一面 就是它跟我们小时候 接受的教育 很多是相反的 学校教你礼仪廉耻 社会却教你弱肉强食 如果你失败了 哪怕是一个好人 也会遭到唾弃 如果你成功了 哪怕是不择手段 也会收获鲜花和掌声 所以记住 唯一的出路是成为强者 当你足够强大 整个世界都会主动为你让路 14.人生在世 谁都有吃屎的日子 关键是你别细脚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创业的时候 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碍 成功了之后 你会遇到阴险狡诈的小人 这一路上 你会面临重重艰险 碰见妖魔鬼怪 甚至几次三番 觉得自己扛不下来 但是最重要的 是不要细嚼那些烦恼 遇到难关 不要多想闷声去闯 遇到坏人 不要纠缠 尽快躲开 当你专注在自己的步伐里 未来就没有翻不过的山 过不去的坎 15.中年的结果 其实就是年轻时 一个个选择叠加起来的总和 作家李孝来在 《通往财富自由之路》中 说过一句话 当前的现状是过往的累积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生活 都是由过去种种因结下的果 年轻时虚度光阴 中年时就身无所长 年轻时肆意放纵 中年时就心酸异常 人这一生 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要想未来繁花似锦 此刻就要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 16.做人最大的悲哀是 明知道自己活得浑浑噩噩 但仍旧浑浑噩噩地活着 不肯做出半点改变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从马里亚纳海沟 到珠穆朗马峰 是知道和做到 有的人知道自己懒 也知道自己穷 知道自己丧 也知道自己不够优秀 每天晚上 脑子里激荡着千百种念头 可第二天太阳升起 又开始走昨天的老路 如果一直这样周而复始 生活就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王阳明说 直到急处便是行 行到急处便是之 想要收获更美满的未来 就要从此刻开始行动 当你勇敢迈出第一步 成功就在不远处 作家宗白华在《美学与意境》中写道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地体会到 人生的意义 责任和问题 反省人生的究竟 所以哀乐之感得已深沉 年轻时不懂得道理 岁月已经一一为我们补弃 以上十六则 是一路走来的心得 也是时间沉淀下的真理 提高自身修养和处事能力 相信你一定会在生活里游刃有余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